怎样染色,首先颜色不要太多,藤黄,花青,褶石 这是最常用的,首先用褶石,染点颈 褶石可以加一点淡沫,也可以不加 这个地方是这张画的眼睛,所以要纯,纯了之后就吸一眼睛 然后以它为中心,往外辐射,染树木要有变化,有纯的,有发污的 有浓的,有淡的,尽量让一个颜色通过控制水分,或者是浆末,让它充满变化 现在染的这些是比较精致的一些小局部 然后我们开始大面积的染,用花青,加一点藤黄,或者是直接用花青 然后加一点点淡沫 这里必须加淡沫,是为了让它虚一点,污一点 这样可以更好地突出这个点颈 这一边水分有足,染的时候也是从这个中心点往外辐射 想让颜色变虚,要么就是加水,要么就是加沫 染的时候尽量把鼻上的水全都用光 这样过度的层次会更好 一般山石,顶部是冷色 那它的暗部就加一点暖色 这样看起来山石更丰富 这棵树,位置比较关键 已经有种墨了,然后我们用颜色简单的盖它一下 这样看上去更整体更厚重 这里双钩的树叶,让它颜色纯一纯 因为周围都是一些淡沫 所以说颜色纯一点,破也破它 就是要制造矛盾 有时候笔上有一些颜色特别淡 而这些颜色才是最重要的灰色 你的成败其实就是看这些淡色 可能有些同学问了为什么 因为初学者特别容易染得很纯 纯的东西多了,这张画就完了 整张画就是大量的靠这种淡淡的颜色来压住它 这个地方颜色纯一点 因为它周围都相对比较无 所以说它要纯 当然这个颜色也可以用摘实 呼应一下旁边那个小亭子 当然颜色要有区分 稍微淡一点的摘实,都可以 染色和画画一样,它没有绝对标准 在相对标准的情况下 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一定要对比 又统一 还要找变化 感谢观看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边设计 就是变化